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高金素美吉华斯阿利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认为回到初中一点都不困难 蔡英文总统他先是宣布了兵役要延长 然后又把税收超征该还给人民的现金钱 通通的收了回去 他说这一些都是困难的决定 他元旦的时候还说 他注意到习近平新年讲话提到两岸一家亲 没有提到统一 并且他表示愿意帮助对岸大陆来做防疫 在这里我想告诉蔡英文总统 与其您老是在总统府里面做一些困难的决定 说一些空泛的愿望 不如您就回到当年还是陆委会主委的时候的初中吧 重新开放完整的小三通 让所有身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们 能够一起回到台湾 过一个久别重逢的旧历年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哦 优惠代码 感谢观看